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兄姊妹 早晨和平安 感谢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一起来敬拜祂 我们记不记得差不多在两年前 我们就开始看到一个疫情慢慢的发展 过了几个月我们就教会不得聚会 一直到现在才重新开始我们崇祝的聚会 就是感谢神 上星期是第一次我们恢复我们崇祝的聚会 看到很多大兄姊妹回来一起敬拜 的确在崇祝一起敬拜神是非常有福分的事 不是说崇祝好一点 是说崇祝我们静拜之后还有圣日可以做自己其他事 其他什么呢 其他荣耀神的事 因为我们崇祝给神的话语给圣灵充满 匆匆足足满满地去福祉神 感谢神 所以如果大兄姊妹 圣上的朋友大兄姊妹 你都想崇祝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的话 你可以和我们的小灵姊妹 或者我本身 你可以打电话到教会 和我们报名 参加崇祝的聚会 现在崇祝的聚会 我们只有五十个位 但是我们祈祷希望很快就可以多个五十个位 所以欢迎大家一起和我们敬拜 十二月很快就要到 十二月到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什么呢 圣诞节 圣诞节 当然就有圣诞的报道会 所以我们现在是十一月要准备好自己的心 要请人来参加报道会 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准备 我们要为自己祈祷 我们要请的朋友 亲戚或者是灵蛇祈祷 那么我们十二月可以带他们来参加我们的报道会 那时你得神给你大难 可以请你的朋友来参加报道会 下一步就是要和他们慢慢分享福音 有些时候我们很清楚怎样分享福音 不要紧 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系列的 很基本的基督徒科乘 在线上的 大家可以去看 但是我们现在正在制作的过程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其中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就是得性 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题目就叫做得性 什么叫做得性呢 所以得性就要和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得性 我们先看几个经节 首先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七节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性有余了 再看下来 启示录 启示录 三章五节 反得性的 逼者勇 着白衣 我又逼迫不从生命迟上 陀墨他的名 邪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死者面前 冤他的名 哥林到前书十五章五十六到五十七节 死的毒构就是罪 罪的权势就是录法 但是感谢神 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性 所以刚才有几个经文我们看到得性 得性这个词在启示录 即是圣经最后一卷书出现了十三次 而整本圣经即是有六十六卷书出现了九十三次 九十三次除了六十六本书 即是几次 每一本书平均这个词 得性这个词出现1.54次 但是启示录一卷书出现了十三次 即是说得性在我们末后的生命 是非常非常好好的重要的 所以我们就祈祷先 求神给我们看一下 得性是我们的生命 为什么会这样的重要 我们一起祈祷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给我们有机会读你的圣经 也都感谢你给我们有圣灵 可以启示我们 给我们清楚了解圣经的意义 给我们知道我们是怎样得救得性 还让我们有福分 和人分享这个福音 给其他人都可以同样得到救恩 我们要将全部的荣由都归及你 感谢主耶稣 透过逢主耶稣的圣明求 阿们 所以得性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是非常重要的 不单止是给我们得救 还要让我们知道 怎样得性 所以今天我们要由三方面来看 得救的一个题目 首先是我们看看人 为什么会犯罪 之后我们就知道 为什么需要由罪中得性 然后我们就知道 如何 即是怎样由罪中得性 好了 有没有人是 不知不觉这样的犯罪的呢 你有没有听过有人 或者他打抢银红 一个人进入银红 那么他就去打抢 打抢之后 被警察抓住 警察问他 你为什么要打抢啊 他会不会说 我不知道啊 我就出现在银红里面 那就顺便打抢啊 不会的吧 有没有人这样呢 不会的 因为一个人如果要打抢银红 一定会什么 计划先 计划之前有什么呢 有一个想法 我想打抢 为什么要打抢呢 因为不够钱花 但是都不是说 不够钱花才打抢的 有些人很有钱的 但是想打抢 所以首先他就有一个想法 有想法呢 那就去计划 有计划之后 才会做什么呢 福祝行动 所以不会有人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 入了银红呢 那就不知不觉 这样打抢的 所以人一定是 先有心动 才会有行动的 也都是说 人是有罪性先 才会有罪行 罪行就是罪的行动 没有人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这样犯罪的了 一定有什么想法的 我想犯罪 这样才犯罪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 人世间第一个罪 是怎么发生的 是谁呢 是亚当 亚当和他的女人 犯罪之前 还没有名字 女人就叫做女人 女人 不是女人 女人 所以他们是 吃了禁果 才有罪性 是不是 或者是因为有罪性 才吃禁果呢 是哪一个先 刚才他们说过什么 刚才他们说过 一个人 人一定是先有心动 就是先有罪性 罪性就是罪的本性 是用犯罪的本性 才会有行动 才会有犯罪的行动 所以人一定是 不是吃了禁果 才会有罪性 才会有罪性 一定是因为有罪性 就是心动了 亚当心动了之后 才会出手 去拿禁果来吃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人是有罪性 才会吃禁果的 所以就要问这个问题 问题就是 人是先有罪性 之后才会有罪性 那是否说 那是否说罪性是神做的 是新来就有的 那是否神做的呢 是否神给人有罪性的呢 我们看一下 其实不是 因为罪性 是自由意志的并行词 什么是并行词 并行词和同意词不同 同意词的意思就是 同样的意思 但是罪性和自由意志不同 什么是自由意志 自由意志是神给我们的 神给人有自由意志 就是说我们可以自由 就是跟着自己意志去做事 但是神给我们自由意志 不是说给我们犯罪 所以你要看得很清楚 神是给我们犯罪 我们看一下 什么叫自由意志 在圣经重世纪2中16节 17节 耶和华神 吩咐他说 他是谁呢 他就是阿东 圆中各有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除意食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 必定死 所以都看到 看到林诗的字 你可以除意食 什么叫做可以除意食呢 就是自由意志 神给亚东自己可以做决定 但是不是说你可以分罪 神不要说你可以分罪 神说你可以除意食 你可以除意做 我给你一个自由意志 但是不是给你自由意志 所以是并行词 不是同意词 所以因为神给人有自由意志 所以人可以自己做 自己的决定 但是人做的决定 就是一个 因为罪性 也发生的罪行 罪的行动 我们今天有很多问题要问 下一个问题就是 好了 我们以为是魔鬼引游人 就是试探人 人才吃禁果 我们最初听到伊甸园的故事的时候 听到的意思就是这样 人都是被魔鬼所引游 才要犯罪 如果没有魔鬼 人会不会犯罪呢 应该不会犯罪 是吧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这样 我们看一下 雅各书 雅各书是新约的书信 雅各是主耶稣的弟弟 他的爸爸是谁呢 他的爸爸是约瑟 Joseph 所以他在雅各书第一章十四十五节 他这样说 他说 但各人被试探 但是被自己的私欲 牵引诱惑的 私欲即围了体 就伸出罪来 罪即诵情 就伸出死来 所以人被诱惑 是被谁诱惑 是否被魔鬼诱惑呢 不是啊 这里说 被自己的私欲 引出来的 就是说 人如果没有魔鬼 会不会犯罪呢 会的 人如果没有私欲呢 魔鬼 无论魔鬼怎么引诱我们呢 我们都不会犯罪的 是因为我自己有私欲 自己想做什么呢 自己想做主 自己想做主才会犯罪的 所以亚东 他无论有没有魔鬼 在这段远 他都会犯罪的 是迟了的问题 迟了的问题 所以如果没有魔鬼 人就不会犯罪的话 那神为什么要犯罪呢 是不是啊 如果没有魔鬼 人就不会犯罪 神应该就不用 犯罪的嘛 因为神如果没有犯罪 人就不会犯罪 对不对 听起来好像很对 我们看一下 如果神 不允许魔鬼存在的话 有什么好处 首先人是不会犯罪 如果人是因为魔鬼而犯罪的话 那么魔鬼 人就不会犯罪 人如果不会犯罪 那么耶稣基督 就不用死在十字架上 对不对 因为耶稣基督 就是因为人的罪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嘛 那么如果基督 不需要死在十字架上 是不是好事呢 对神来说 应该是好事啊 因为 死在十字架上 不是一个很虚心的事 如果我们做爸爸的 做妈妈的 看到自己的儿子 自己的女儿 需要死的话 是不是好事啊 当然不是好事啊 所以如果神 有机会 不需要耶稣基督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话 神是不会这样做的 但是神必须这样做 因为人始终会犯罪 无论有没有魔鬼 人都会犯罪 那就是说 神既然 被这个魔鬼存在 就是说 有容处的 有神的意思的 有神的旨意的 是没有去处的 有去处的话 神就会允许 魔鬼留在世上的 我知道听起上来 好像有点奇怪 让我和大家解释一下 神是一个 无所不知 是不是啊 无所不能 无所不在的神 神是很有智慧的 神既然 允许 魔鬼存在 就是 祂有 祂的意思 同时我们知道 一件事很重要的 欲控福音 第三宗 十六节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就不会 被任何 去人的事情 发生 所以如果魔鬼 存在在世界上 会去人的话 神是不会 被他 存在在世界上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 人 无论有没有魔鬼 都是会犯罪的 因为我们是 被自己的私欲 牵引 别怪魔鬼 别怪其他人 怪谁 怪自己 自己犯罪的 但是为什么神会 被魔鬼 存在在世界上呢 因为我自己 我各人这样的认为 人比较可以接受 魔鬼 多过可以接受 有神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得到的 我们的肉眼 看得到的 这个世界 很多的恶事 很多的打战 很多的人 黑人 人欺人 人杀人 人打人 恶事 来的 看到很多 所以让我们知道 恶的事 多过 恶的事 我们就 比较容易相信 有魔鬼 有恶事 但是我们 相信有恶事 有魔鬼之后呢 就比较容易相信 是不是有神 有恶就有恶 因为阿东 还记得 记不记得 阿东 当时在伊甸园 他犯了罪 他犯了罪 是因为什么呢 他吃 禁果 禁果有一个名称 叫做什么 分别 善恶的事 如果知道有恶 就知道有善 知道有魔鬼 就更加容易知道 应该有神的 神的意思就是 他被 魔鬼 存在在实际上 让人 想到 应该有神 因为 神是爱世人的 所以 即使没有魔鬼的话 人都会犯罪 但是呢 神都是 重灾人 因为有些人 他们问个问题 如果神没有重灾人 人就会犯罪 是不是 那 在座的 弟兄姊妹朋友 你是不是都有想过 这样的想法呢 如果神 神没有重灾人的话 人就 不用 犯罪 那 人不犯罪 耶稣就不用 死了 那 神为什么要 这样 对付自己呢 是不是 神有意思的 神为什么要做人呢 神知道人会犯罪的 因为神是 无所不知的神 但是神为什么 还要这样做呢 就因为 神爱世人 我们做父母的 我们 要 生儿 生女 我们生之前 知不知道 我们的 子女 以后成长的过程 一定会 不听话 一定会 给我们 很多的 苦难 知道的 为什么知道呢 因为自己都 给自己的 老爸老母 很多的苦难 是不是 我自己 以前不知道 现在我知道的了 昨晚都 睡得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女儿 被我 很多 睡到晚上 就 醒醒 醒醒 我要这个 我要那个 我恨 我什么 我肚子 睡得不太好 整个星期都 睡得不好 还有一些时候 他 他 真的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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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猛忠 很多 真的 很 不容易 有些时候 不听话 跟你 哭 跟你 吵架 我 知不知道 生儿女 会这样的呢 当然知道 自己都是这样的 是不是 但是为什么还要生儿子女呢 因为爱他嘛 要生儿子女 来爱嘛 而且自己知道 我们如果好好地教育他 他会成长 成为一个好人 成为一个 形式主的人 所以我们做爸爸妈妈 都知道 我们的子女 如果我们教育得好 他们会成为一个好的人 爱神的人 比我们更加的 有智慧 神更加知道 所以神 重做人 还有一点 很重要的 就是神 和人不同 我们不知道 子女的 将来是怎样 我们只可以 尽力 尽心 做得最好 但是神知道 人 将来是怎样 神知道 每一个人 一定会犯罪 但是神 他有一个 救人的计划 神还没做人之前 就已经有计划了 所以这个计划 是不会失败的 如果会失败 他就不会做人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感谢神 他在有计划之前 就是一个有救恩的计划之前 一个不会失败的救恩计划之前 他才做人 所以 我们现在要看一下 第一点 人为什么要犯罪 人会犯罪 是因为人要自己作主 基本上 阿当犯罪 是因为要自己作主 我们自己 会犯罪 我们还没信 耶稣之前 都是罪人 为什么我们会是罪人呢 因为我们每个人 都想自己作主 我们是信了耶稣之后 接受主耶稣为我们的救主之后 才叫做耶稣是我救主 耶稣是我主 之前都是 我是我的主 我想自己怎么作主 自己怎么讲我的生命 我就自己作主 是不是 每一位都是 同时 人犯罪是自己的选择 没有人逼我们犯罪 所以我们不可以归神 神啊 是你给我有一个自由意志 所以我们犯罪 不是 神给我们有自由意志 但是不要叫我们犯罪 是我们自己选择要犯罪 所以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们接受耶稣为主之后 不是就变成什么 恩信称义的吗 有没有听过恩信称义的吗 有啊 我们每一位都是恩信称义的 不是恩行为 不是恩行为 因为如果要凭我们的行为的话 没有人做得到无罪的 没有人做得到义的 所以我们每一位都是恩信称义 称义的意思就是无罪的了 无罪的 为什么需要得胜呢 记不记得我们今天所说的就是得胜 为什么需要得胜 得胜就是说 由罪中得胜 就是说我们还会犯罪 为什么信了耶稣之后 还会犯罪呢 看看 因为人得救是一个过程来的 不是一个时间点 不是说我信子的时候 我们要祈祷得救 那就得救了 就算是犯几多罪都不紧要得救了 不是哦 我们信子的时候 是我们的灵得救 我们的清义的了 但是我们还要 什么呀 成为圣洁的基督徒 我们要由罪中得胜的 所以有一个过程 一个过程就是说 我们要有很持续的 很持续 我们要继续这样的得胜的 不可以说一次得胜就已经得胜了 不是啊 所以恩信清义是第一步 清义之后 我们过我们基督徒生命 基督徒生命是一个过程 所以清义 之前清义所使托的是 这个叫做失读圣灵的罪 失读圣灵的罪 有没有人听过呢 有没有听过啊 有谁听过的 看看 有些人听过 有些人没听过 没有听过的意思 为什么没有听过呢 因为圣经很少说 圣经我记得 或者是提过两次 都是福音书的 是主耶稣说的 其他人没有说过 所以或者有些人就不清楚 或者有些人就没听过 看到这个字 好像很大的字 不知道什么意思 好像是很难解释 其实也不是很难解释 这个直读圣灵的罪 是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 这里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 我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的主 人一切的罪和失读的话 都可得赦免 唯独 舍得圣灵 还不得赦免 什么意思呢 跟大家说一下 要知道这个意思 要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二节 一直到三十一节 一段和他们说 那时候的人 他们不相信耶稣的医治 耶稣行了很多神迹歧视 他们不相信 他们说这个是耶稣和魔鬼 一起同工的 不是圣灵工作 不是神力工作 所以他们不相信 不相信圣灵的工作 圣灵的工作 有很多种 可以分为两大方面 第一方面 就是在非信徒 就是做未信主的人身上的工作 第一个工作就是 信徒的先身上工作 所以如果我们还没信主 圣灵的工作 就是帮助我们 感动我们 信主 这么简单 如果我们是信徒之欲的话 圣灵的工作 就是帮助我们 更加像耶稣 更加充满我们 给我们有圣灵的恩赐福士神 所以翻为非信徒的工作 和信徒的工作 这里叫做 舍得圣灵的罪 就是说 第一种 第一种 工作 圣灵的工作 就是说 不相信圣灵 不相信主耶稣 是不是最大的罪呢 是的 因为如果我们不信耶稣 就没有办法得救的 所以信了耶稣之后 就得救 但是得救之后 还会犯罪的 因为我们是软弱的人 跟大家讲一个很摩登的比喻 就是乘搭电梯的比喻 人如果 还没信主之前 就好像还没踏入电梯之前 就是有一个窃读圣灵的罪 因为还没认识耶稣 还没信靠耶稣 第二人呢 就好像要行一个高楼 高楼 高楼多高 我们不知道 我们教会不是很高 四楼 四楼如果你没有坐电梯 可以走楼梯 走楼梯 走得到 但你去一个地方 你不知道多高的 就好像我们的人生 我们人生 你不知道人生多长 那可不可以扣自己爬楼梯 可以 但是你不知道爬到什么时候 你不知道爬到多高 你不知道你爬到什么时候 你还有没有力继续爬 或者你就趴在那里 不能走得 到不到天同 所以最好的办法 就是不靠自己 靠耶稣 不靠 就好像耶稣就是我们的电梯 属灵电梯 我们进入电梯 我们按那个键 是给那个键 信心 我们信心在那个键 那里 我们按 几楼就去到几楼 我们按 顶楼 我们不知道几楼是多久的时间 多高 但我们就给信心 这样按一下 就自己坐着电梯 被神带去顶楼 不用自己这么费力的 但这个是我们 信主之后才有信心 这样去按的 如果自己没有信心 没有信耶稣的话 还有 窃读圣灵的罪 我们就不可以 就不会给电梯有信心 但一个人进入电梯之后 总是什么 总是犯罪的 有些时候我们会失去信心 那就会出来电梯 是不是 你有没有见过人是忍忍退后的 有没有 back slider 有啊 就是出了电梯 出了电梯 就是因为犯罪太多 没有认罪 那就离开主耶稣 离开神 所以为什么要有罪中得性呢 因为 我看一下 如果我们继续犯罪 继续不留在耶稣那里 不在耶稣的同罪 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救恩 如果我们继续留在耶稣基督里面 就算我们犯罪 我们都凝罪 我们都改变 这样就可以继续留在电梯里面 继续去到顶层 继续去到天堂 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耶稣基督跟他们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他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使尽我们一切的不义 一切的不义 不是一个不义 为什么要说一切不义呢 因为我们信主之后 还有很长的人生 一个很长的人生 还会犯很多罪 但是 如果我们赢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他说我会圆容你 我会射灭你的罪 他说得出就做得到 他们就不用怕 可以同神言罪 只要悔鬼 就可以同神和好 刚才我们说过 启示录三章五节 凡得性的迫者勇着白衣 我也不从心灵赤上涂目他的名 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 如果我们不要紧张做的话 就是没有得性 没有得性 就会慢慢离开神 离开神就不得够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最终得性 否则会失去自己的救恩 为什么信主仍会犯罪呢 因为我们还在学习 学习以自己为主的心体 变成以神为主的心体 学习的同时 我们还有罪性的 所以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 还会犯罪的 今间我们看了 要怎样才有罪中得性 这个是很重要的 怎样做才知为罪中得性 所以我们看看 雅各书刚才看到的 我们的弟兄们 你们落在不般的思念中 都有以为大喜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 经过试验就生忍累 忍累试探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 迫得生命的冠冕 这是主任可及那些 爱他之人的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 圣过试探 可以得性 我们就一定会得到 生命的冠冕 即是说 我们会一定得救到永远 现在很快和大家说一下 什么是试探 试探其实是被忍犹 是被哪个忍犹呢 刚才说过的 是被哪个忍犹 是不是魔鬼呢 魔鬼有他的工作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们被自己的私欲忍犹 所以说到忍犹 其实就是 好 给大家看一下 忍犹就好像一个 一个钱币 钱币 Coin 钱币有什么呢 有两面的 是不是 一面就是试探 试探 另一面是什么呢 试连 试连是什么呢 试连就是神给我们 有机会亲近祂 如果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 我们没有得性 我们就是犯罪 就是我们原理神 原理神 但是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 面对试探的时候 我们得性 就是我们 犯罪之后 我们认罪 我们悔悔 就会亲近神 亲近神 就会得到什么 刚才说过的 得到生命的冠冕 就是说继续留在电梯里面 继续留在耶稣里面 所以怎样继续留在耶稣里面呢 首先就要清楚知道 犯罪 我们犯罪的时候 是因为我们是以自己为主的 德性呢 德性呢 是以耶稣为神 以神为主的 所以我们首先要改变的心体 就是 是谁做主 是不是自己做主呢 自己做主 就不会犯罪 凝罪的了 但是生命是以神为主 就会凝罪悔举 怎样去加强自己的心体呢 认识到主是我们的 神是我们的主 有很多时候 我们必须读圣经 如果我们不要读圣经的话 我们就不会 给自己清楚知道 人犯罪是要认罪悔举的 圣经读得多 跟神的关系会深得多 我们要祈祷 祈祷比我们更加亲近神 更加亲近神就不会犯罪 更加亲近自己就会犯罪 所以要祈祷 特别是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 一定会祈祷 如果自己要犯罪的时候不祈祷 就很可能就会犯罪 最重要就是 我们一定会面对试探的 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 有可能是会犯罪的 但是不要紧 神允许我们 只要我们犯罪之后 凝罪悔举 神是会赦免我们的罪的 所以我们说 怎样得性呢 不是说 完全 不受到誘惑 完全不犯罪 不是 因为我们是人 我们是没有办法完全性结的 最重要的就是知道 得性就是 但是犯罪之后 凝罪之后 凝罪悔举 最后 我们看看 一个可以鼓勵我们的经文 若看一书 一中七节到九节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 如同神在光明中 就彼此送救 他而指耶稣的血 也洗剩我们一切的罪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 自己弃自己 真理不在我们三里了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使剩我们一切的不义 是一切的 不是有声 不是没有声 好 我们闭上眼 我们想想 他们在生命中 有没有犯什么罪 还未和神认罪 如果有的话 他们就很快和神说 因为我们知道 神是会赦免我们的罪 无论是何大 多大 多重 神都会赦免我们的 我们都不需要和神说很多 才可以得到赦免 我们只需要和神说 求神祢 赦免我们的罪 让我们继续留在祢的同罪 让我们得胜 我们一起祈祷 主耶稣 我们相信祢 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深日后复活 之后来圣天 坐在父的心旁为我们对求 就算现在我们在世上 还是面对试探 仍然是有软辱 但是靠着祢 我们是得胜有余的 没有什么可以叫我们和祢的爱 隔绝 感谢祢 赦免我们所有的罪 让我们有能力 以后 还有犯罪的时候 可以够胜 中胆 来到祢的面前 和祢凝聚 来悔改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圣结 荣耀归祢的名 祈祷逢主耶稣的圣名求 Amen 所以我们不用登心 神会不会了解我们 不会射免我们 只要我们来到神的统罪 就可以了 好 大家可以平安神会 感谢大家 footage 做了 ado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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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